刚到货的糯米准备碾压去壳 云林这间加工厂端午节不停工 需求量是平日三倍 糯米供不应求 但价格却异常的比市场行情还便宜 冬娘储抽查发现厘头混冲进口越南米 用低价混高价 大致是我的没有错 可是里面的东西 你要怎么自己做 是不是大家都自己做 所以你觉得问题可能是 不是你们这里是下游了对不对 对啊 业者拿出器座名册大声喊冤 强调开业二十多年 都喊农民配合器座收购台湾米 怀疑是同业恶性检举 但农粮署调查 越南糯米没台金大约十六七块 但真正台湾米一斤就要三十元 业者混米一台金二十四块 打破市价行情 Q弹啊 年性也够啊 外国的话它比较爽爽 就没有叫台湾的年性那么好啊 台湾比较新鲜的糯米 它就不会有那个 可能炒糊花鼻还是什么奇怪的味道 市场上的婆婆妈妈都指明要买台湾米 就是因为口感Q弹品质好 但光从外表真的很难分 以常见的长糯米来说 台湾米颗粒大又饱满口感香Q 越南米外形瘦长 重点是口感明显没弹性 短午节爆发混米案件 目前问题产品已经先下架 等待复验结果 假使确定验出混米 将对业者开罚最高四百万 记者廖文斌 陈家贵 云林 南投报道 以后 劳沙 chunks 感谢观看